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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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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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大的事, 你都可以騙我 我還可以相信你什麼 你多信我一次, 我不能失去你 你看看, 你一定會瞞著我 帶著你結婚介紹 讓你分手 我不會跟你分手 死者知道自己男友是有苦之苦之後 很理智地選擇分手 但事情並沒有快地解決 兇手說不會跟死者分手 他自然會找藉口跟死者見面 在那一刻, 他是否已經打算殺害死者 我們不知道 不過, 車內的垃圾膠袋 不過, 車內的垃圾膠袋 是否已經打算殺害死者 大力膠袋, 刀和報紙等等 都是兇案的重要證明 欣, 今晚幾點收? 怎麼了? 我今晚過來接你 你又想怎樣? 沒有, 我有些話想跟你說 我不是想逼你和我一起 我只是想我的心裡覺得安樂一點 女人有時候表面決絕 但也可以很心軟 就是這樣 死者答應了兇手出來見面 我等你 我幾晚都等你 2009年1月21日 女死者下班後上了兇手的車 車一直駛向青衣方向 在一條休靜的路邊停下 兩個人一下車, 馬上喊起膠上來 祖姐, 你這麼瘋, 我不出來見你 我瘋? 我瘋也是為了你 你說, 你是不是召我小孩? 放手, 我很痛 我離婚吧 你明白嗎?已經不是這個問題了 我不會再跟你在一起 我得不到你, 是沒有人可以得到你的 為甚麼? 我… 為甚麼? 我很愛你的… 為甚麼? 救命 救… 為甚麼?為甚麼? 我愛你而已, 我愛你而已 我愛你、你都是一個妖怪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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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爪伤了 他估計可能死者的手指頭 會有自己的血液和皮膚組織 為了毀滅證據 他決定將死者的十隻手指頭斬下來 但他沒想過 在捏死死者時 死者的身上 已經留有他的皮膚組織樣本 封守完人之後, 斬了手指頭 屍體還要過了兩天才去處理 為何他不立即為屍滅跡呢? 我想他是在找最安全的地方棄屍 他把十隻斷子丟到中環一個垃圾站 之後屍體就丟到這裏 為何你要離開我 我這麼愛你, 一次機會都不給我 有計劃的行空過程 心思熟慮的棄屍路線 你說他因為一時衝動而殺人 我就不相信 分手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而往往提出分手的人 有時做一些很不恰當的行為 會令對方有更加大的傷害 例如大時大節說分手 數落對方 或者不管對方的感受 說一些很差的話 令到一個已經感覺到被背叛的人 感覺到更加大的傷害 分手要此時此刻 不要翻舊帳 對自己做錯的事要承認 也要給心理準備對方 不要一刀切 讓大家慢慢淡化這件事 慢慢可以接受到這個事實 如果我們警方初步調查 顯示死亡和感情有關的話 我們會沿著兩方面去調查 究竟哪些人會殺死者 如果一男一女 是有感情的話 為何這個兇徒會殺他呢 是不是感情出現變化 男方會有變化 女方會有變化 或者男方希望女方給甚麼 他做不到 或者女方要求男方達至不到 根據我的經驗 還有很多情殺案 一方面都是一時衝動 錯手殺死對方 有些之後有些後悔 有些會自首 不過也有些是畏罪自殺的 愛之心,恨之切 我愛你的 一次機會都不給我 這宗情殺案 女死者因為發現兇手結婚 要提出分手 結果那個男人哭哭不成 還殺了一個女人 其實這些情殺案 連中都發生不少 大部分的兇手 他們的口供 都說是因為太愛對方 搞到要分手的時候 一時衝動 所以殺人 其實都很矛盾 你為何要愛他之餘 又要殺他 表示你愛他 有時真的很矛盾 怎樣做好呢 固埔 或者夜用事殺了一個人的話 這件事根本一點都不值得 應該要再想清楚一點 有沒有解決方法 說回這件案 雖然兇手一時意氣殺了死者 不過證據顯示 他當時真的很大力 枯了死者的鏡子 很長的時間 亦都用一件外套的衣服 那條繩枯著他 這個辯護理由 在法庭上 雖然兇手說出來 不過陪審團也不接受 結果裁定他謀殺罪名成立 換之 他是有殺人的動機 在心理層面 當一個人 他面對得失上的威脅 譬如這個人這樣說 他有這麼多感情 他又說很愛這個女性 但在這一刻 那女性要跟他分手 他覺得原來這麼久 都沒有愛 又衝動 我們說有一種情況 就叫做認知狹窄 在認知狹窄的時候 就要敵以歸恩 他既然也不能留 殺了他就不能留下他 那兇手03年結婚 06年就有兒子 但我老婆和兒子 就不在香港住 於是他走到外面 就有了婚愛情 婚愛情 是否要搞定自己先頭的婚姻 才好一點 其實是的 人很多問題和心理障礙 都是因為關係變得不好 他一個人在香港很孤獨 都要賺錢 為了生計等等 在愛與性心理學裡面 我們研究 就是說當一個人 他在一個孤獨的時候 在一段感情不不良的時候 他就會去找一個 令到他有安全感 有愛的人 所以他就會做到這樣的行為 在香港找到一個人 好像真的差不多 我們有歌叫 《愛與同的邊緣》 挺難取捨 不過這個應該曾經 對香港有多大的社會問題 冰姐你記不記得 在97年的時候 有很多太空人 有太空家庭 有很多家庭問題 幸好我們現在的前景一片光明 亦都不回流 這個社會現象也取消了 現在相當不錯了 說回一件事 其實兇手本身挺矛盾的 因為他在法庭判了的時候 他跟親戚說 記得照顧他的兒子 另一方面 他做口供案師也說過 其實他很愛對方 所以兇手本身也挺令人尋味 而且兇手也很冷靜 因為他棄屍的時候 他不是馬上棄屍的 他回家想了兩天 找一個最佳的地點 才棄屍 務求最安全 這樣說 對 很多人都會犯完案之後 有機會讓他冷靜一下 想想怎樣好的方法 希望可以毀屍滅跡 兩天之後棄屍 初步來看 對我們警方調查有點困難 屍體腐爛了之後 就很難辨認死者身份 不過幸好現在我們科技很先將 常常有些叫DNA那些東西 可以憑著 譬如說頭髮 牙齒 或者身體的血量當然會得到 甚至汗 分別物都會找到身份 令我想起2008年 在大埔有一件很凶殘的案件 有個凶者就在這個看款機上按鈕 兇徒就排在後面 看到前面的按鈕 貪心 跟著他去到一些僻症的地方 就把他殺了 他殺的方法就把他捏住頸 捏住頸 後來疾色死了 捏住頸的話 在兇徒的指甲上 可能有這個人的皮膚組織 那死者臨死前的掙扎 亦都在身上捏住 亦都可能死者的指甲 都有這些皮膚組織 他也挺冷靜的 他後來就回去拿一些 腐蝕性的洗冷氣機 冷氣機的水 淋在頸上 把手也淋在 希望將這些可能會製造到DNA 或者身體接觸的證據 將它消滅 不過這個人就貪圖無嫌 結果不僅拿了空姐身上的現金 甚至再拿一張提款機 再嘗試多按幾次 結果我們警方一再慢慢查 然後就將空盜繩之於法 在電視上拍到 是的 現在科技是先進很多的 所以那些人犯案 逃不過我們警方的五指關 一段感情出現問題 不一定是單方面的錯 雙方都有責任 如果要做出一些毀滅性的行為 去報復 來證明自己是強人 對不起,你只是一個弱者 冰姐 其中一個女死者 兇手用枕頭焗死的死者 還侵犯屍體 是的 之後她把屍體丟進沙井裡 沙井裡那麼多污水 肯定會發脹發臭 所以她用木板為鷹泥 將這個沙井封住了 免得惡臭被人嗅到 事發後十幾天 有另一個女死者遇害 沒錯,就是這個 手法是一樣的 被人用枕頭焗死 至於臉部和頸部都有瘀傷 屍體也被人侵犯過 藏在衣櫃裡面 兩位女死者都很年輕 這個就是兇手 我想她比較喜歡接近年輕的少女 她太太當年認識兇手時 只有11歲 你提起兇手的太太 根據資料 兇手因為和太太感情出現問題 太太離家出走 但這兩個少女有甚麼事 背後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兇手學了一個模術 如果可以殺五個 和她有血緣關係的人 然後自殺 兇手便可以升仙 驅使五隻厲鬼向太太報仇 那我明白了 所以她先殺兩個死者 然後打算殺三個子女 剛好湊了五個 所以她那天把三個子女 綁在石油氣瓶上 打算要脅她太太回家 但當警方接報到場時 她就引爆石油氣 幸好消防員及時撲救 但她和三個子女已經身受重傷 因為這件事 才揭發到原來還有兩個死者在場 如果不是, 我想到現在都真的沒人知道 案件發生於2002年12月20日 我現在在兇案現場, 重組一次案情 當日兇手, 挾持著三名子女 在屋裡引爆石油氣 從而揭發兩名失蹤女和被謀殺 究竟為何兇手會專門向小孩埋手 兇手除了自己有三名小朋友之外 據街坊所說 她還喜歡帶小孩回家玩 她姓唐, 因為她外形矮小 所以她的花名叫唐老鴨 我想她和小孩溝通應該有一手 好, 否則她也不會哄到她老婆 十一歲就跟著她 你現在還沒走 你現在還沒跟他走 你死去 我對你這麼好, 你為何對我 我現在才只有二十二歲 一半時間我都給你了 我還要出去工作 養一群兒子跟你要廢柴 廢柴?你說什麼? 我說你是廢柴, 廢柴 十二月一號, 兇手太太決定跟她分手 這個也是慘案的道火線 你給六母柯大 我不會比你好過 兇手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 她拿頌援, 靠老婆 有時候在會在元朗街邊賣熟食 但她這樣做不是幫補家計 而是另有企圖 燒商為一轉燒賣 妹妹, 你也很喜歡TWINS的嗎? 是呀, 這個我剛才偷的, 漂亮不漂亮? 一般而已, 我家裡裡裡裡的更漂亮 你想不想看? 沒錯, 他們用熟食兜搭小朋友 就是這樣, 第一個死者文敏跟她回家 是呀, 是呀, 是呀 進來坐吧 沒人的, 熟叔, 你的女兒在哪兒? 她跟媽媽買的東西而已 很快就回來的 不如你先坐一下吧 熟叔, 拿點閃卡給你 兇手騙了死者回家 其實你開始實行她的復仇計劃 衣手騙了 叔叔, 你在哪裡? 我還是先走了 我找到了, 你上來吧 小心點 叔叔,线卡呢?你干什么?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空手口供所说的毛術 是要杀死五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 然后自杀 这样就可以化成例鬼,找他老婆报仇 所以空手杀完人之后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令死者和他有关系 臭婆子,勾佬 空手当死者是他老婆 竟然变态得侵犯尸体 每间村屋都有用来处理污水的沙井 空手正好利用这里来埋屍 因为就算尸体腐烂发臭 也不会有人留意的 你还打来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什么?我要跟你离婚,你明白吗? 你不回来我就再杀多个人 我已经杀了一个人了 神经病,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不要再打给我,我不会回来的了 空手用杀人来威胁她太太回家 但是她太太没有当她说真的 于是她开始杀害第二个死者 我说你是废财,废财 我不会比你好过 两条无辜人命,三个可怜子女 杀救五个就真的可以报复? 阿靖,这宗白沙村的伤屍案 就是空手想太太回头 引爆石油气和三个子女同归于尽 才被警方和消防员揭发出来 对,冰姐,这个就是空手了 空手八五年开始已经类似犯案了 有八次刑事记录,曾经坐了一年监 当中包括有恐吓勒索,做小贩拒捕 食霸王餐,游荡等等 她本身是越南籍的 口供上就说她说过五鬼伏仇 但在庭上她又否认说过 又说是虚扣出来的,打算吓吓老婆 但回来她又说她从来没有恨我老婆 她在庭上还说她五岁大的子 无故点火,引爆了石油气 她自己无心想杀子女 法官觉得她毫无悔意 但空手就口口声声要提出上诉 但回来她好像很后悔 又说甘心甘小也没办法补偿 她枪笔也抵上不了 她还说为了表示对两位死者的协议 将两位死者的照片戴在身边 以防第二时一旦突赦的话 还有机会提醒自己的恶行 其实很多空手不会说话都差不多一样 可能都是想掩饰一些真相 不回来了 让我做出好戏给你看 杀九五个就成仙 文敏、富仔、大妹、小妹 还差一个 叔叔,我又输了 我不玩这个了 你又说有新游戏? 这么快玩完了? 叔叔拿新游戏给你 最后一个杀害的目标 哎呀 叔叔,你干什么? 别回来就没事了 你当我帮叔叔手吧 叔叔要报仇 我 空手同样用枕头将山山焗死 事后也同样侵犯尸体 这样就可以变成 跟自己的血缘关系 其实这个 只不过是空手想掩饰自己的 戀童癖好 真是人渣 空手这次就这样把尸体摆在衣柜 很明显他越小越大胆 那倒是 他打算杀了两个小女孩之后 自己抱着三个再得一祸 还什么埋屍这么麻烦 2002年12月20日 空手杀了把两名女童之后 决定对太太作出最后威胁 你所打的电话号码 暂时未能接通 请请 扶你再来 逼我 你以为我不敢杀人 空手找不到她太太 于是打电话给姨仔 她这么想通知到人 我想她真的想威胁她太太回家 而不是有心想杀孩子 喂?姐夫 你怎么现在变了我? 你跟我告诉她 我已经杀了两个人 待会我就拿着这个人 全家的 你叫她回来收五条尸 你说什么?你说你杀了人? 富仔大妹他们现在在哪? 你别乱来 你放心 我会让他们来玩一会儿 你别乱来 你别乱来 医者觉得事态严重 立刻报警 警方到场 发现空手把三个子女绑在石油器灌倒 他威胁要见太太 之后还引爆石油器 空手和三个子女严重烧伤 警方事后 在衣柜和屋后沙井 发现两具同事 李长官 如果这案子没有引爆石油器事件 那两个死者 是没有那么快被警方找到的 没有那么快找到 可能会真 不过就算迟些找到 我们也可以依赖DNA的科技 将事实找出来 我记得那时 我们在新界重案组 查过一件性罪行案件 有个小妹妹回围村 有个小妹妹 有个小妹妹 我想去村某地方 妹妹就说 我带你去 结果带着男人去 在他比较偏僻的地方 男人就将他性侵犯了 那便报案 报案 当时警方破不了案 好了 这个男人几年之后 就干犯了另外一个风化案 那我们警方就拿到DNA的样本 那几年之前 这个大埔遗村案件 一教对 原来他就是那时的兇徒 那这个 警方DNA的用途 相当之不错 是的 白沙村这宗案 DNA的检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兇徒的口供 原本就说他没有侵犯过 另一个死者 但是 警方在第二位死者的围体之中 就找到有精役 那DNA的检证之后 发觉原来是兇手的精役 那便揭发到 那个兇手说大话 是的 真的很有用 不过我刚才说了一件案 那女生被人这个性侵犯 那女生当时 踩在车的时候 那个男生说 小妹妹你真是乖 好了 那心理事后 那女生就觉得 任何人再赞她乖 都有一个不好的目的 之后就好像自我封锁了 那这个现象 心理学有没有解释一下 有的 对了 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叫做 后创伤压力障碍 那英文宿舍就叫做PTSD 通常就是被人侵犯 或者眼见一些很严重的 和生命有关的场面 死人等等 意外等等 那这些人 的目击者 或者受害者 那他就会自己被制约了 那制约是一种 心理学里面 一种对于一些现象的解释 就制约了他 那些人会晚上发暗梦 会回事等等 那可能很多年 他都不会清晰的 那刚才李sir说过 那小女孩 她大了之后 也是会这样的 他自己里面的机制 就发现了 我被人赞是危险 那我们讲回这件案 其实那个兇手 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 但他背后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和太太一起 那要和太太一起 他就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 你看他也是专业找小孩子 小小的人 这个和人 是一种人格障碍 当他的防御机制被启动 即是当他发现到 他自己面对冲突 他自己搞不定 分析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做一种行为 就是我们叫做转移 而又大虎小 即是他永远不会挑战 给他当时他认为 他强于他的人 是虎小的 十二三岁 那些 就是这样 那这类人是专门 找弱者来伤害的 是的 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 我想和他的感情 那个转折也有关系 因为也挺传奇的 譬如说他老婆认识他那时候 他本身已经结婚了 那他老婆那时候 只有十一岁 但是他老婆不介意 还三个人一起同居 再之后到他去到十八岁的时间 就帮他生了第一个儿子 跟着先注册结婚 再帮他生二女三女 这样 其实这样说 都已经很复杂了 那会不会构成他人格上 会有些什么差异呢 譬如我们这样说 就是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已经认识了一个太太 是吧 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观点 就是他好像 有一些精装告诉我们 他好像是自己不想长大 就专门跟那些 即是这样的年纪 或者是在他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他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 他叫固着在那里 停了那里不再发展 他就会去找一些 跟他当时发生事情的 那些年代的人 即是年纪差不多的人 他就在一起了 这样 其实两边都有问题 应该是双方一起解决的 有些人 真的有些大男人主义 虽然我男人我也不帮 有些男人 就整天觉得自己对 他又不反省自己 整天对方就有事不妥 也让我想起 2009年有一件案件也是 是 两个本来一男一女很开心 那女的 后来就认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旧爱 就希望可以固定 固定 固定之后 就去找一个前度女朋友 一时就激动起来 就拿刀 砍了一份面 斩了几个手指 那新宽 新男朋友出来 也被他袭击了 好了 这个男朋友 旧男朋友 就离开了现场 这也挺清醒的 后来就可能畏聚 我们的资料显示 他就去到某地方 结果在那种大厦的12楼 就跳下来 结果就当场死亡 总结来说 有些人在感情方面 非常自私 只想着自己 一有问题就赶了对方 从来没有很宏观地看整件事 感情一到爆煲 就伤害无辜 或者甚至伤害自己 我自己就很不喜欢做小朋友的个案 一个小朋友 有什么可以令到一个人 那么狠 要虐待他 或者要杀他 尤其是若疑那些个案 我觉得很残忍 你会看到小朋友 就不是说 就这样被人打一下 打死 是长期被人折磨 用烟头烂 刮到嘴唇都爆了 吃不下 然后又打 又拳打 腳踢 令到腸又爆 做这些案件 是很憤怒的 为何凶手 可以做出这些事情 福寿 杀九五个就成仙 叔叔,你干什么 残忍 你叫他回收五条尸 所有恶行 只为对付背叛自己的太太 谢谢 当年白沙出这案件 空手在医院昏迷了三天才醒醒 醒醒后 警方帮他落口供 他承认杀人 结果控告他两项谋杀罪名 其实案发当日消防员 只找到衣柜里面一具尸体 有个女警是机警 他发现地下有半包美容员的英泥 再继续找 发现沙井有些英泥铺在那里 未干 于是继续搜索 终于找到第二具尸体 当时已经是腐烂了 这个空徒也算挺深思熟虑 因为在新界的地方 很多人将死鸡死鸭 有些人会摆在沙井上 就算其他人闻得有些臭味 都未必会觉得是尸体的腐烂 他醒目还醒目 但他人也挺奇怪 因为他跟人说 他为什么会出庭作弓 原来他说死者曾经跟他报梦 要他帮死者讨回公道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想跟子女说 爸爸没心杀他们 其实这个空手也挺奇怪 你会看到 同一个人做一些不同的行为 应该是有不同的人格做出来 才会出现得到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人是有多重人格障碍的 即是人格分裂 是的 这件事我又令他想起 就是一件在2011年的四国业园的 夺命鸡汤案件 那件案件就是两夫妻也有婚外情 老婆不抵得老公和外面的女人 比自己和情夫好 于是决定谋杀亲夫 叫老公喝了一碗 就是有超过至少六十粒安棉药成分的鸡糖 另外就找一些是隔开了鸡油 又有安棉药成分的 就用来煮豆苗 老公吃粥当然是昏迷 于是他就把老公搬进房 製造老公自杀的假象 是的我也记得 那件案 他就切了个局 就放在罪宝盆 放一些木炭 就扮认老公烧炭 那这样就做了一个假证据 那他自己本来就等一些炭烧 跟着在厅里等他老公死 不过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就是怎样呢 那些炭烧在那时候 二通气上升了 吹到一张电话帐单 有一张纸吹到罪宝盆 本来烧炭就没那么大火 谁知道那张帐单就烂着了起火 啊 扬成了火灾 差不多了 命仔都没了 到最后呢 他也是法网难逃的 说到这件案 虽然那个兇徒 就精心设计这个局 不过呢 始终都逃不过我们法网 因为呢 整个破案的关键 就在一个解剖里面 就是我们称是 在每一件不尋常的死亡里面 我们的法医官 都会做一个解剖的 在这件案里面 法医官就在死者遗疫里面 就找到不尋常数量的安眠药 为什么那些人会吃那么多呢 亦都比我想起 另外一件案都差不多的 那是一个 讲到一个豪宅的地方 那有个男士 和我老婆 就常常有点争论 那有一次那个男的 就是死了 那法医官就觉得 为什么他里面 又是这么多安眠药呢 那就是显示 就是说 当他被集击的时候 他已经是没有反抗能力 加上其他伤势 就觉得 他是在后面被人集击的 虽然那个兇徒 即是他老婆 他的辩解就是去自卫 或者对方挑衅他 那如果法医官说 他死的时候 胃里面的安眠药 那个数量是多到 令至他臣子不清的话 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挑衅 都应该不成立 那就是 換之呢 法医那个 专业的知识 是帮我们警方查案 很有用的 其实呢 就是这么多 不同的情杀案 都是 源于一件事 就是人对关系的取舍 真的跟自我觉察 非常有关系的 总之没有人想发生凶杀案的 你没有说凶杀案的 凶手 死者 就算是凶案现场 隔离附近的邻居 好像白沙村那样 心里面都不会很受的 说起白沙村 我身同感受 事关于1981年 我当时在新界重案组 有份参与调查一件谋杀案 在那件案里面 有一个当时现役的CID 被人在白沙村杀了 杀了之后 那些兇徒有五个 在那里挖了坑 把尸体放进去 填了坑 凶杀案 凶杀案之后 世神匹愿 就说死也不要爆出来 想着就没事了 谁知道有一个其中的兇徒 就是被我们九龙重案组 就是查了另外一些东西 所以真的不要做坏事 鬼拍后尾枕 那一件事就告诉我们的同事 当时很震惊 我们就在他的指引之下 我们回到白沙村 建造我们当时同事的尸体 也在附近有农场 找到他当时塞了配枪 是 那岂不是等于那个兇手 变相自动投案 那也未必 事关于当时我新界重案组 这个九龙区的重案组 就和这个兇手 施了他另外一件案 和他调查期间 可能他身有事就自己爆了出来 所以真的是天网灰灰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心里都有个情 当你做了坏事的时候 心里总是不舒服的 总有一天 像你所说的 鬼拍后尾枕 就自己爆了出来 千万不要做坏事 当我们亲身去到 发生凶案的这条村 沿路问了不少村民 这间屋在哪里 大部分的村民 都记得十年前的这宗凶杀案 他说劫住三个子女 在屋里 说开石游戏等等 那你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那个男后主要跟老婆 要转老婆 我也是听他们说 如果他们不回来 我就开石游戏 炸死三个炸女 那你能装修吧 装修才可以 是 刁空了十年了 是 不认识 大姐 因为拿石游戏 拿石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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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害怕 当然害怕 你这样推断 你也能推断 当天他说 他发现这间屋 那时 还有半包白英雷 在那里 那里面是用白英雷封住的 好 但是警察只开了半个 那幅白英雷是一幅的 就像现在一幅 只开了半幅 那我开了半幅 那我开了半幅 那又怎样 那旁边还是一个井 但是当时他的厕所又塞 那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开 但是开了那幅 又不是井 你开了半幅 你开了半幅 那边还有多个屍典 那是 那是 有位阿伯进来 告诉我 他说 这里有很轟动的 但相思案 你也敢来住 他说 我不怕 人 生死是自然的 我们将我们的罪 生死去熟了 今世盡量知道這個因業做好些 下一生就會更好 我在這裡住 我是不怕 因為我沒有惡意 並且我來到這裡 還希望知道這件事 同情他 而希望超渡他 在這裡住 日夜在這裡誠經 能夠的話 做得多少就多少 因為經只是發人心醒 教人是怎樣去處理我們的人生 如果他明白的時候 他就是會把一切的冤仇 他會放下 重新會帶到極樂世界 2009年棄羅斯懲殺案 兇手阿偉 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2002年白沙村雙屍案 兇手兩項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企圖謀殺三名子女 罪名成立 判監八年 同期執行 寬場女子 隨時危機四伏 連環劫財劫色 甚至劫命 很痛 救命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很年輕 但是很早就認定了他未來的一半 但是在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的過程 慢慢對方發覺彼此之間 那個關係 那個相處很大的困難 他很認真地去思想 最後提出分手 但是這位朋友 他卻不能夠放下 最後利用他的專業知識 造成一個環境 以來將對方殺害 這件事對他來說打擊很大 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 他心愛著對方 但是他不懂得如何處理 經過很長時間 來處理他的心理問題 也重建對人的信心 今天他已經逆本出獄 他重新投入社會 在愛情路上 某一次創傷 都是一種歷練 當愛已經成為過去 執著是最令人苦惱的 只有放下執著 才可以換你自在 愛你愛到殺死你 只是電影的橋段 真正去愛一個人 是要跟對方好好一起活著